各位老师好,我是总台CGTN的记者 我先简单说一下问题 我的问题是想问王宏老师 就是最想在华语青年导演这个群体中看到的特质 或者想找到的特质是什么 然后这个背景呢 是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你的那个兼职的宇宙探索编辑部 然后听说孔大山研究生的第一课就是伪纪录片创作 对,然后可能这个也带来了一些比较 注入了一些比较独特的视角啊 和这个对科幻电影的新的这个定义 其实大山他们班不是第一次拍一尾纪录片 做这个研究生的初始的训练 第一个班是文美他们班 那就是我觉得10级的研究生 10试了一次,15试了一次 完完就没从想到试出一个大山导演的这个风格的影片 如果换一点的话 他们这个应该是叫做Z时代 应该是叫做从,其实是从95到00后啊 就是所谓互联网原住民 那么所以呢你说的这个期望恰恰是我现在的焦虑 就是我一直除了大山的这个片子有一些 这个有一些迹象啊有一些这个这个给我看到希望之外 大量的同龄的青年导演的影片 我觉得还停留在老一代的影片的那个总体形态上 就是我希望看到的是 我可能根本没有看到过的电影 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这一代火烟网原住民能够拍出来 都不是我们成长经历中经历的那个电影审美的那个年代的东西 可能那个真的新电影真的希望也会出现 好吧,谢谢 我说两句就这个 我也最近很有感受 因为我也在成为大学现在教导演班的一些剧作 我也就是现在看到了很多作品 年轻导演的作品容易出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电影是对以往的另外一些电影的模仿和重组 就是在科幻的这个电影创作里边也很容易碰到这样的问题 但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导演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 我们每天接触的这个新鲜的事情 然后互联网的这些新技术 这些不管是ChatGPT还是什么 这些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 其实是以往的电影里面都没有过的 就是怎么回到创作者自身真正的亲身的一种体验和感受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在中国这个我们这个社会现实的这个基础上 然后去用科学的这个逻辑去推理 去规谬去想象一种极端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对接下来的大家的这种 科幻的创作的一个期待 作为一个85后的这个中国导演编剧 您觉得就是如何来平衡 就是你们自己的追求和这个观众的需求 并且还同时能再去不断碰撞出更多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首先因为我们本身是做 K麻花本就是做画剧起家的 然后我在舞台上也做了十几年的画剧 所以其实画剧舞台是一个和观众非常近距离的一个舞台 所以其实通过这十几年我们其实非常了解观众的喜好 当然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会把观众的喜好放在我们有限考虑的位置 然后其次再来说这里面怎么融合自己的风格吧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